封兵消防队上午接火了乡公所通报 请求摘除海上古道岩壁上方的虎头蜂窝 而立即到场的消防队 特别是以火烧方式来烧除蜂窝 不料海风太大引发了火势 烟烧了整个岩壁 现场消防队和空情直升机是全力洒水来灭火 乡公所是紧急疏散了20多名的游客 所幸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消防队火攻虎头蜂窝 未明除害不料却引发火烧山的意外 熊熊大火蔓延燃烧整个边波岩壁 消防队与空情直升机全面洒水灭火 上午9点50多分 消防队协助乡公所栽除 海上古道园区岩壁上方的虎头蜂窝 不料却引发火烧山 乡公所也紧急疏散了20多名的游客 所幸并未传出人员伤亡 是因为我们被烧的这一面山是属于我们所谓的风化石 所以大家会看到除了火灾刚刚我们把它控制下来之外 有一些落石 那我们就紧急做一个应变 那就是希望能够在这几天我们先一个观察起 因为担心是说游客进来的话会有一个落石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能先观察起观察个几天 那可能到处才会再公布我们再重新开营的日期 消防队执行灾风勤勿却意外造成火势蔓延 烧毁了将近三公顷面积的边坡 消防局副局长吴兆远也亲上火线说明 因为我们蜂窝的地点它是在一个风景区的位置 如果用水攻方式 如果把风潮攻破的话 可能蜜蜂会四处飞散 这样容易造成游客的安全 所以我们同仁为了顾虑到游客的安全 所以我们采火攻的方式 要将整个风潮一并烧死掉 这一起意外造成了海上古道园区 入口处岩壁火烧风化 湘工所也紧急从即日起进行修缘 未来也将会是岩壁周遭环境区域安全稳定后 再重新开源 记者石玉兰 风斌采访报道